嗨,大家好,我是龙哥,Mr.Longer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文闪字的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主要就是龙哥最近在制作自己的一个 部落格网站的时候 刚好要用到一个标题的一个部分嘛 那到网路上就找到这个东西 那觉得还蛮好用的 所以说就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怎么去操作呢? 首先我们先到这个 超闪中文闪字机的一个网页 那来到这个网页之后呢 其实这边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他这边有写说 你可以把制作好的这个中文闪字 可以把它放到你的一个网站网页上面 或者是说这个部落格啊 讨论区论坛 免费连结还有交友网站上面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怎么去操作呢? 其实他的一个动作蛮简单的 只要简单五个动作就可以了 就是第一个动作 你就是输入你的一个中文字 第二个选择字形 第三个选择你的一个字体大小 第四个选择闪字的一个底图 那第五个再按OK就可以了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如果说你要用的是一个繁体字来讲的话 你的字形就只能选这个 这六个就对了 那简体字来讲的话 就是选这个有GB的这六个就对了 OK 那我们就直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啰 首先我先 这个输入我要的一个中文字 比如说我要输入的是一个乙红创业网 OK那我中文字已经敲好了 那第二个我选择我的一个字形 那刚才有讲过 反体字就选这六个 那简体字就选底下这六个 OK 那我就选这一个 那这边可以改你的一个大小 看你的字体大小要多大 OK 那再下来一个动作就是选你的一个 底图的一个颜色 就是你字的颜色 OK那像我选这一个 就大家自己选就可以了 那选好之后就是最后一个动作了 按OK OK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按OK之后让它跑一下 它会自己去转换这样子 OK那像这边来讲的话 它已经跑出来了 它跑出来的话就会看到 你刚才自己创的一个 中文字的一个名称 这边会秀出来 那它这边也有可以让你去看 你所做出来的一个成品 到底哦不OK 像第一个它可以去看你这个 整个 整个一个你闪图的一个实际大小 像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OK 那第二个它也可以直接下载到你的一个 电脑里面去 你就选中间这个下载download 它就可以让你 去下载下来 它就是问你要去存档 还是这个开启 一般你就是把它存档 把它保留起来 那这个一般会存到你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文件夹里面的一个downloads里面去 那要用的时候再记得去把它呼叫出来就可以了 那还有第三个方式 就是直接它是存到这个这个闪字机里面 就是它直接把你做好的一个图片 还有语法就帮你收纯到这个超闪中文闪字机的一个网站里面去 那这边我就释放给大家看 我就把它点下去 那点下去之后 其实它这边有几个语法 它这边就是针对你要用的一个领域不一样 它的语法就不一样 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到网页到这个部落格 就写日记啊网志这些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那另外如果说你要弄到这个讨论区的一个部分 就是弄底下这个语法 那这个语法怎么弄 我就示范给大家看 首先譬如说 比如说我要到我的部落格来讲好的 我就点一下 它这个语法它自己帮你全选起来了 那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那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本身也不会什么语法 那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部落格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语法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按这个新文章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部落格 它都是大东小异这个原理就对了 你就按一个新文章 那接下来我可以去点我要弄的是一个修改HTML 就是说我要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程式码的东西就对了 那我就把它贴上来 那贴上来就会像这样子 那这么一个密密码码 大家都看不懂嘛 那看不懂没关系 你再把它切换成这个纯文字的一个模式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边好像在帮它打广告 对不对 这个你就可以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那这样子就很简单 就只有你自己要的一个title而已 那这样子是利用别人的一个方式 把语法转入进来的嘛 那如果说你如果说是有些网站 它是可以直接插入你网页的一个图片的一个位置的话 其实你就是点到这个修改HTML 其实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你的图片网址是在哪里的 在这边的语法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一般的一个网页就是HTTP冒号两个斜线开始嘛 那它是一个图档 它最后是点GIF 是一个动态图档 那一般静态图档是像点JPG之类的 所以说你也可以把这个把它复制Copy下来 留存下来 以后如果说要直接插入网络的一个图片的一个位置 你就可以弄这样子 把这个网址把它插入进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从电脑上传的就像刚才那样子 直接把你刚才存到电脑那个档案直接上传上去 也就可以了 OK 那整个一个成品做出来就是这样子嘛 或者是说我自己做的 我就是放到我这个部落格的一个标头上面嘛 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的一个成品就出来了 OK 那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